根据统计,受刑人子女的犯罪率是一般人的三到五倍 父母亲的过错不应该由下一代来承担 社会应该要给予更多的爱与关怀 才能让这些孩子正常快乐地成长远离犯罪 其实社会是一个整体唯有降低犯罪 也才能让您家里的乖小孩或是乖孙子快乐成长 西装比义亭的小景曾经有六年时间荒唐度日混帮派 因为感受不到家庭温暖,小学五年级开始小景就撬家学坏 进出监狱三次,最后还以杀人畏遂交付管束 真的是偷拐抢骗啊,就是什么都来 因为你为了要吃饭,你要填饱肚子 对,你在外面你要跟人家生存,你要耍狠 那么你会被人家欺负啊 但是我跟我的朋友念头就讲说 既然我们要当流氓就要当最大的 一直这样子过那种生活 现在的小景在牧师开导下 决定为自己开启新生活 而除了像小景一样的少年犯 需要加倍的爱关怀 受刑人的子女更需要大家的接纳 别贴上标签,把他们推向犯罪的边缘 犯罪是有感染性,也有遗传性 那正照一般的统计 他们如果父母亲坐牢 他们儿女将来坐牢的机会 有一般人的三到五倍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希望募集到五万份礼物送给受刑人 未成年的子女 让这份爱能代替受刑人 穿越监狱高墙传出去 那新闻的刘方李明华特报导 接下来是一个很特别的演唱会